首先我想訊息要跟各位來發布 那就是有關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相關人事的異動 在總統府部分 那麼現任總統府秘書長吳昭燮 即將接任外交部長一職 那麼新任的秘書長將另有安排 在人選確定之前 會由副秘書長劉建欣來代理 國家安全會議部分 那麼現任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顏德發 將要接任國防部長一職 新任的秘書長 那麼由外交部長李大維接任 國家安全局政務副局長郭崇信 即將在3月中旬卸任 移缺由海基會秘書長柯承亨來接任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府的秘書長 那現在是懸缺的 那今天沒有辦法公布人選的原因是什麼 那外傳說有徵詢過城局 那有件事情嗎 我的瞭解應該是 總統認為這個職務非常重要 那所以當然是一定有安排 那而且是如果有確定了人選 那我們一定會正式跟各位來做發佈 所以是沒徵詢過城局 還是因為城局還沒有點頭 嗯我的瞭解 有關任何有關人事 基本上那只要有確定的人選 那發言人一定會告訴你 那是否就是 那是不正屬於 我們可以這麼說 如果有關人事 那是不正運的 那是不正常的 那是否則 那是不正常的 有關人事 那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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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正常的